畫面現場是南港瓶蓋工廠推出的主題特展 職人模型展 共有微型積木模型 袖珍模型 還有金屬藝術的三大模型展區 各具特色吸引許多民眾來參觀 還有來自香港的民眾 覺得台灣的文創能量相當豐沛 就是覺得很有趣 就是好像把 就是自己生活中做不到的 把它縮小放在裡面這樣 這邊我也第一次來 也第一次才知道這個地方 就覺得挺特別吧 對 文青的感覺 對 那我們這次的模型展的話 我們的主題是Room In and Out 然後主要是微縮與宏觀 然後看見人生 那我們這次展覽的話 主要分為三個職人老師的區域 然後第一個的話 是我們極致工藝聯盟的老師 然後他是以末日城市為主題的 一個機械重組的模型這樣 然後第二個的話主要是以微型積木 就是小積木 而組合而成 然後會結合一些台灣的時事啊 然後以及一些生活感的一些作品 那第三個的話是我們Mr.Box 然後他是由兩位老師所組成的一個團隊 那他主要的話就是我們的袖珍模型的部分 那這次模型展的話我們也有多樣的活動 然後分別是我們職人老師的分享會 然後還有DIY的組裝體驗活動 然後以及老師開的一些手作課程 那課程內容包含一些小黏圖 然後還有一些卡片的製作 這區的話是我們Mr.Box工作室 然後這是由兩位老師所組成的 那他們主要是做袖珍模型 那他們的特色的話就是他們會把他們一些生活中記憶的場景 然後以袖珍模型做還原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可能我們一些懷舊復古的一些台灣場景這樣子 舉例的話他這一個最大的作品的話 其實是以電影一家之主作為場景 那他就是還原了電影之中的畫面 然後還可以看到就是裡面有一個很酷的特色 就是他有一台小電視 那小電視的話同時也播放著一個一家之主的電影預告的畫面這樣子 畫的那個他的房間我就超喜歡的 就是他的桌子上他那個彩筆啊 還有那個墨筆啊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框架跟畫布 還有他那個畫 因為我之前就是會在YouTube上面看那種 他們是怎麼做的 然後他們就是做的方式我都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做出來那些超厲害 然後他們還有像那種剉冰機跟那個攪拌機都做的很細緻那種 所以我就很喜歡看那種小細節 就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這個地方 就是完全沒有聽過 是住台北嗎 我們現在是住台北 然後但是我們真的完全沒有聽過這地方 我覺得他很適合辦展覽或是各種像是這種活動之類的 他同時有很多不同的展區 然後他的內容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是還滿好的 除了袖珍模型讓參觀民眾感到驚豔 微型積木和以末日城市為主題打造的金屬藝術模型 也相當有特色 這一位老師的話是我們Brick Bean的積木創作工作室的Alex老師 那他主要是以微型積木作為創作 那不同於我們平常一般看到的積木大小 它是屬於更小型的一個微型積木 那他可以組合成更多就是更細節的一些可能性 那他的作品的特色的話他是會結合一些時事 跟一些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話會有 剛好這幾年很流行的一個奧運的一個話題 然後他會把各個選手就是之前奧運比賽的選手做為他的一個作品 那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可能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一些像是 台灣的代表的藍白托啦或者是我們一些上課的一些客桌椅或者是文具用品這樣子做為他的作品 那他還有還有一個老師還有一個作品的話是我們的台灣地圖 那他台灣地圖的話他是先以一個就是台灣去做為發想 那衍生出各個縣市的一些知名景點這樣子 這個部分很棒因為可能台北能夠找到這樣子能夠展覽的地方雖然很多 但是在這樣子一個有歷史的一個建築裡面 然後有搭配這樣子比較讓大家能夠感受到這個專業跟他的一個藝術性的東西 畢竟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很棒的一個地方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一路走過來都是這樣子 只是我們年紀稍長以後可能就沒有那麼樣的專業的在做這方面 那從小時候就是你從那個積木開始那就是一個模型的一個概念啦 小時候從模型開始做嘛那當然那個時候也不會想說啊做得多精細多精細怎麼樣 可是現在慢慢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一些設計也好 或者是像這種模型的這叫微型的那個藝術方面就是真的很棒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極致機械工藝聯盟的沈老師的作品 那他這次的作品的主題是NFT 但是他的NFT跟我們平常聽到的NFT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其實是一個No Future Technologies的意思 他其實跟我們的平常聽到NFT其實是完全相反的一個概念 他其實是想要讓大家去反思說就是在科技這樣子迅速發展的情況下 那我們人類的未來的話真的是會被在科技的帶領真的會越來越好嗎 還是就是可能會像他這邊的話其實是他是一個末日城市的概念 然後就是讓大家去反思一下就是我們現在這樣子的未來的話會是什麼樣的樣貌 那他的一些作品的話其實他們都是用一些就是廢氣回收的金屬 就是可能從一些機車啦或者是一些工具上面的零件拆卸下來之後的一些小零件 那就是去重組成他的這個作品這樣子 展區入口還有這間南港平蓋工廠的模型 讓人一窺平蓋工廠居動未改建前的樣貌 在我們的A區一進來可以看到一個平蓋工廠居動的一個初始模型 那這個模型的話是由在南港區的東興國小的學生 跟一位日本的林木桂宴的老師 然後他們一起幫平蓋工廠設計的居動模型 那在一次的就是意外之下我們發現了這一座模型 然後我們把它找回我們平蓋工廠 那從而就是延伸出我們想要辦這個模型展的一個概念 除了展覽 策展單位也在假日安排首座活動 搭配模型商品的購買還有現場組裝教學 讓親子朋友一起度過快樂的暑假 喜愛模型的民眾不妨把握機會來南港平蓋工廠走逛 一起來發掘模型世界裡的各種狂想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帶好 謝謝大家